救她爸爸 新兰 别担心 娘娘 燕妃娘娘 什么事啊 大惊小怪的 疾病娘娘 别怨的新兰姑娘要生了 不可能吧 昨天我去看她的时候 她还是好好的 你确定是真的吗 刚才贵姑姑回来说的 可能是一时动了胎气 太好了 实际这么快就成熟了 你快让我说的去做 是 还不快去 是 别害怕新兰 不会有事的 有我在这 我已经叫姑女去叫接生的喜婆了 她很快就会过来了 你再坚持一会儿 苏英 什么事 你说我这次生孩子会死吗 不要胡思乱想了 怎么会呢 你现在好好的 正等着做娘亲呢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辛苦 做母亲都是这样的 你这次总算是长道了 其实辛苦我倒不怕 我只怕支持不住 万一升到一半的时候 我要是死了怎么办 怎么会呢 你一定不会死的 你跟花无缺经历了那么多艰苦 好不容易才在一起 怎么会死呢 上天不会这样安排的 可是上天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安排 就是很不公平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新兰 你肯定不会有事的 你跟无缺都是那么好的人 上天会保佑你们的 答应我一件事 说吧 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如果万一 我坚持不住 有危险的时候 你一定要叫他们尽力救我 因为我不想死 我希望我的孩子一生下来 就能看到他的娘亲 不能没有娘 你别那么紧张 新兰 你肯定不会有事的 不用靠他们 靠我就可以了 你忘了 我的医术也是天下数一数二的 我知道 如果我一旦救不活了 一定要想办法 你跟小鱼儿 帮我把孩子养大成人 你真的不会有事的 放心吧 新兰 我却是个直性子的人 他自己都还想了孩子没有长大 我真的不放心他照顾孩子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 有他爹的潇洒 有你的聪慧 有小鱼儿的善良 还有他娘亲的漂亮 新兰 你怎么了 好疼 又开始疼了 等得这么密 估计是马上就要生了 你再坚持一会儿 喜婆马上就会来了 喜婆 来了 你跑到哪儿去了 人老了 一内急就忍受不了 别担心 喜婆来了 她好像很辛苦 没事的 每个女人都这样 姑娘你不要担心 你先出去吧 不用了 我要在这陪她 你在这陪着也没有用 看来她还要等好久 姑娘先出去吧 你们姑娘家见了 血管总是不好的 快 姑娘 快出去吧 那我在门口等着 有事叫我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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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啊 应该是在这里啊 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 武轩 武轩 啊 快来人啊 不行 我要生了 燕妃娘娘怎么样了 燕妃娘娘快要生了 怎么会突然要生了呢 谁知道啊 你们赶快叫宫里的接生婆来啊 快去 多主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啊 娘娘不要生了 去吧 是 燕妃娘娘怎么样了 是不是要照太医来啊 你这个笨蛋 我只要生孩子了 又不是生病了 叫太医来有什么用 快去叫产婆 皇上对娘娘十分关心 说要过来看你呢 不要 不要叫皇上来 我 我现在疼得这么厉害 万一禁了家 你承担得起吗 再说我生孩子的样子那么难看 我不想让皇上看到 那 你还不快去叫产婆 让皇上来干嘛 快去啊 我不才明白了 难道有人想对兴安不利 来个调步离山之际 月水好了吗 好了 快了 别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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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再用点力 再用力啊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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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用力啊 好 好了 是位少爷 season 快快快 unde 好